明朝年间,福州有个叫大坡的山村里,有一个姓杨的年轻人,叫杨楚,家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姐姐,叫杨岚,杨岚比杨楚大十岁。 杨楚家以种田为主,为了改善活食补贴家用,偶尔他就上山打猎,将打到的猎物拿到镇上卖,虽然过得不富裕,但也能维持的生活。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从杨楚记事起,他就没有见过他的爹娘,只知道是他姐杨岚将他养大成人的。 五年前,杨岚定了一门亲室,那男子是村里的人,叫赵福,他爹赵老汉赶牛车的,赵家除了种田外。 倒是比别人家多几分收入,日子过得还可以。 赵福性情善良,为人勤快,有不少村里的姑娘心悦他,可他偏偏看上杨岚,杨岚也喜欢赵福,两人的婚事就定在年底成金。 但事事难料。 有一天,有人要坐牛车走亲戚,赵老汉正好身体不舒服,就让赵福去赶牛车。 当天夜里,牛车回来了,却不见赵福,他莫名其妙失踪了。 事后无论是赵家,还是杨岚都找不到人,最后赵老汉含泪放弃了,也劝杨岚不用等赵福了,让他重新再找一个好人家嫁了。 可杨岚不愿意放弃。 整整找了三年多,最终也累得病倒了,如今只能躺在床上,幸好有杨楚照顾着。 杨楚心疼他姐,期望赵福能回来,在他心里,早已经把赵福当作姐夫了。 这日天微亮,杨楚从山里带回来两只死掉的山鸡,三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就直接往镇上走去。 他打算卖掉这些猎物,就有银子给她姐拿药了。 杨楚很快就来到了镇上,走街串巷,就来到最热闹的街上,刚把贝罗放下来,就听到一道清脆悦耳的女子声音,好可爱的兔子,这兔子我都要了。 杨楚看向那女子,人都愣住了,眼前的女子声得好看极了,衣着金贵,貌若西施,恍如仙子。 那女子见杨楚不说话,正想再说,不料旁边的丫鬟有些不高兴了,抢先说道,公子,我家小姐问你话呢,这兔子我们都要了,你算下多少银子。 杨楚听到丫鬟的声音,她脸不由一红,连忙回过神了,有些不好意思说道,姑娘,你们都要的话,我算便宜些,给我一百文钱就可以了。 那女子一听,脸上惊讶,又看了一眼杨楚,就让丫鬟掏出一两银子递了过去,让她买下杨楚所有的猎物。 多的就赏给杨楚了。杨楚一听,脸又红了,连忙谢谢对方的慷慨大方,那丫鬟随后给她一个地址,吩咐让她送过去,两人就离开了。 旁边卖菜的小贩忍不住有些羡慕说道,这位小兄弟,你运气真好,这位李小姐是出了名的信长好,人又大方,这一笔买卖赚了不少银子了吧。 杨楚听了,对她笑了笑,没回话,收拾好猎物,就往刚刚丫鬟说的地址走去。 等她到了,才知道那女子原来是镇上大富商里员外家的千金,难怪出手阔重。 杨楚将猎物交给李府的人后,就去了药铺,买了她姐杨兰的药,见钱还剩很多,她想了想,她又去了一趟红福糕点铺,咬牙买了两份她姐爱吃的桂花味糕点,便往家里走回去了。 杨楚早上没来急吃早饭,又奔波了一天行程,此刻天色有些暗了下来,走着走着,她就有些饿了。 她知道前面不远处的有个破酒亭子,就打算去那休息下,吃点糕点再回家。 杨楚打开一包糕点,一股桂花香就飘了出来,她拿起一小块放在嘴里,软糯香甜,难怪卖得不便宜,真好吃。 也就赵福哥舍得每次去镇上都给她姐买。 自从赵福哥不见了,她姐都好久没吃了,想到这里,杨楚心情有些低落。 这糕点好香啊,这位公子可不可以给我一块尝尝。 安静的亭子里,忽然响起一道女子声音,这话刚落下,杨楚就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子,突然就站在她眼前,着实吓了她一跳。 只见对面女子,衣着金贵,相貌极好,就是脸色苍白,毫无血色,她觉得有些面熟,可又叫不上名字来,杨楚只好问道, 姑娘,你是谁?那女子眼巴巴盯着杨楚手上的糕点,听到杨楚的话,就有些委屈说道,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这位公子可不可以给我一块糕点尝尝。杨楚闻言,又看她脸色苍白,估计是真的饿了吧,心一软,就将那包已经打开的糕点递给她,让她拿一块。 那女子见了,高兴接过来,从里面拿出一块,闻了闻,一脸的满足,随后将那糕点放回原处,又从里面拿出一块糕点,继续闻了闻,又放回原处,接二连三几次后,饶饰杨楚在大度,此刻也十分不满她这般无礼的举动。 眼看她再继续这样,杨楚再也忍不住将糕点夺了回来,盛起说道,我说,你这个姑娘,好没礼数。 我好意请你吃糕点,你不吃就算了,何必要这样做?女子一听,愣住了,随后眼一红,向杨楚微微拘了一躬,哽咽说道,公子,对不起。 实不相瞒,我不是人,我是鬼。杨楚闻言,下得手里的糕点都掉落地上,害怕说道,石,什么? 你是女鬼?你要做什么?女子见杨楚吓得得不轻,她连忙后退几步,赶紧解释道,公子,你不用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看到你在吃糕点,那糕点让我觉得很熟悉,就忍不住过来,想尝尝而已。 虽然那女鬼嘴上说不会伤害她,但杨楚还是不放心说道,哦,那你刚刚已经吃了,没啥事,那我就走了。 话完,杨楚将糕点往贝罗一放,正想赶紧离开,就听到那女子突然放声哭起来,呜呜呜。 公子,对不起,虽然我是一个女鬼,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啊。 女子的哭声,听起来好凄凉,杨楚不由地停了下来,那女子见到,又说道,我只是想回家,想离开这里,可我不记得我自己是谁了,可公子,你那糕点我记得我吃过。 公子,求你帮帮我吧,我不想做孤魂野鬼了。 杨楚一听,有些为难。 虽然她很同情女子的遭遇,但她还是拒绝说道,姑娘,你放过我吧,你是鬼,我是人,我能帮你什么,你还是另找他人吧。 女子一听,有些着急了,她不顾杨楚的害怕,飘到了杨楚面前,哭诉道,公子,你听我说,我在这里五年了,这里每天路过很多人,可只有你能看到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看到我,可能这是缘分吧,如今也只能你帮我了。 杨楚听了女子的话,有些难以置信,女子见状,连忙哀求道,公子,我看你一定是个好人,求求你了,我不想做孤魂野鬼漂泊在外。 这么多年了,我的亲人也一定在找我,求你帮我和家人团聚吧,来使我当牛做马,报答你的恩情。 女子说完,直接跪在杨楚面前,看着这个女子,杨楚不由得想起了赵福哥,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也是孤魂野鬼漂泊在外吗,那也是很可怜啊。 想到这里,杨楚说道,姑娘,我叫杨楚,你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但我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帮你找到你的家人,你先把你想起来的事都告诉我,我先帮你找找看。 女子见杨楚答应了,高兴说道,杨公子,我记得我家好像很有钱,你刚刚吃的那糕点,我经常有的吃,我应该还有个妹妹,可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了。 杨楚听了女子的话,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说道,姑娘,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没说的,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用都没有,我怕是难找你家人啊。 女子听了,也有些不好意思,随后她似乎想起了什么,激动指着亭子旁边的草丛说道,杨公子,我的身体就埋在那儿,我记得我身上还有个玉佩,劳烦公子取出,可能和我身世有关,我要走了。 不能跟你待太长时间,说完,她又深深朝杨楚居了一躬,就消失不见了。 杨楚一听,连忙走过去,果然看到有个半人的土墩,不细看,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土坟。 她刨开泥土,真的看到一具女尸身,身上的衣服早已腐烂,她小心翼翼翻找着,终于给她找到了一枚精致的玉佩, 仔细看了,上面刻着玩两字,便将玉佩收了起来,又将泥土填回去。 杨楚就对了那土坟说道,姑娘,我先回家了,你等我消息。 谢谢杨公子。 那女子的声音从土坟里传了出来。 杨楚听了,笑了笑,朝着土坟行个礼,就往家里走去了。 杨楚一回到家,就拿出剩下那包糕点给她解,杨岚看到糕点,眼睛微红有些湿润, 嘴里有些埋怨杨楚浪费银子。 杨楚听了就笑,就将今日遇到一位出手大方的贵人小姐说了, 至于那女鬼杨楚闭口不谈,她怕她姐想起赵福哥。 晚上睡觉时候,杨楚不由想起白天遇到的李小姐突然灵光一闪, 她反应过来了,终于想起来为什么觉得那女鬼眼熟了。 她竟然和白天那李家小姐长得有七八分神似, 莫非她们是两姐妹。 杨楚想到这里,她迫不及待,就想去镇上打听一番。 第二天,杨楚带着玉佩,早早就来到了镇上, 找了好几个人打听李源外家的事。 原来李源外确实是有两个女儿, 只不过大女儿叫李子,小女儿叫李渔,两人相差六岁。 六年前十七岁的貌美如花的李子, 嫁给了镇上的赫赫有名的才子秦秀才。 当时两人成亲,场面很热闹,才子配家人, 两人婚后更是如妻子娇,无比恩爱,惹得无数人羡慕不已。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两人成亲不到半年时间,李子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李源外花仲金派人查找,还是到官府报案,都没能将人找回来, 镇上的人都说这人多半是没了, 李源外一家和秦秀才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悲痛欲绝,很长时间内都走不出来。 没多久,痛失爱女的李源外就病倒了, 家里的生意没人管理, 为了李子,无父无母的秦秀才振作起来了。 他放弃了读书仕途,照顾起李子那边的家人和生意, 就这样在秦秀才的尽心尽力操劳下, 生病的李源外和十一岁的小姨子李倩都得到了悉心的照顾, 李家的生意没有变差,反而越来越好, 李倩也出落成大姑娘了。 而且秦秀才没有再婚娶, 也没有放弃寻找李子, 镇上的人无不称赞秦秀才是个情深义重的好女婿。 此阳处站在李府不远处的街边上, 想到打听到的是, 那女鬼又和李小姐那么像, 可那玉佩商的名字不是李府大小姐的名字。 一时之间她有些犹豫了, 该不该找上李府的人, 要是真的和他们说了, 他们会相信她吗? 还是为难她。 就在这时, 杨处看到秦秀才从李府里走了出来, 行色匆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她眼里一亮, 打算将这事告诉秦秀才, 这秦秀才重情重义, 一看就是好人, 应该不会为难她的, 想到这里, 她赶紧跟了上去。 秦秀才走得极快, 杨处跟在后面, 她远远地叫了几声, 见秦秀才没反应, 杨处一急, 就跑了上去, 谁知秦秀才突然一个拐角走了过去, 等杨处跑过来时, 就看不到她了。 杨处四处看看, 才发现这里偏僻少人, 没见到秦秀才, 正要往回走, 就听到一道男女不雅的声音响起, 就从她旁边房门后传来, 杨处顿时闹了脸红, 她正想赶紧走, 就隐约听到里面的女子说道礼服两字, 她忍不住停了下来, 从门缝网里偷看, 这一看, 她惊了, 就见秦秀才背对她, 被一个女子抱住了腰, 那女子埋头在她怀里, 看不清脸面。 就听到那女子气恼说道, 相公, 你什么时候能接我到礼服啊? 隔壁的老太婆总是看我不顺眼, 天天找我事, 我都烦死她了。 杨处听到这里, 震惊不已, 那女子叫婉儿是玉佩上写的婉儿吗? 还没等她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她又被接下来的话, 吓得脸色都发白了, 只听到秦秀才说道, 乖, 婉儿你再忍忍, 很快我们就成功了, 李渊外没几天活命了, 再等我将李倩嫁得远远, 李家就是我们的了。 相公, 那你快点。 乖, 婉儿, 我们一定要忍住, 不然这五年来我们做的事都白做了, 我很快就将李倩嫁出去了。 相公, 我听你的就是了。 那女子说完, 声音里还带了委屈, 就见那秦秀才又低声安抚起那玩儿。 杨处此刻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趁还没被发现, 就赶紧悄悄离开了。 来到大街上的杨处, 脑子里乱哄哄, 没戏看路就撞到一女子, 眼看她就要摔地上了, 杨处顾不上李树, 连忙扶住她, 这才看清, 她刚刚竟然撞到了李倩李小姐了, 一时之间愣住了。 李倩是一个人偷跑出来的, 没想到撞到人, 正想道歉, 就见后头有人追来, 她急得一把拉着杨处, 跑到旁边的无人巷子里, 就做出一个虚动作。 这边杨处已经冷静下来。 她欲言又止, 心里带着很多事, 可现在却不是能说的时候。 李倩见那人没有发现她, 松了一口气, 才往杨处这边看过来, 她认得杨处, 行了礼, 感激说道, 公子, 我叫李倩, 谢谢刚刚的出手相助。 杨处见状, 忍不住担心问道, 姑娘, 我叫杨处, 你这是怎么了? 李倩许事刚刚太紧张了, 现在又放松下来, 听到杨处担忧的语气, 她就忍不住向杨处说了实情。 原来刚刚外面追李倩的人, 是她身边的小司, 自从她姐失踪后, 她姐夫秦秀才, 就安排了这么一个人在她身边。 暗地里专门保护她。 这段时间, 李府上发生了一些事, 李倩的爹李源外, 突然病情加重, 姐夫秦秀才, 又为她谋取了一门亲事, 南方说是炭花郎, 试图更是虔诚思绩。 可李倩不满意这桩婚事, 南方的家在千里之外, 自从她姐姐不见后, 她就决定不嫁人了, 要留在家里照顾她爹, 要是她嫁人了, 她爹怎么办? 更何况, 最近她爹病情又加重了, 她更不能离开了, 所以她毫不犹豫, 就拒绝了这门亲事。 谁知姐夫不管她意愿, 强行将她困住家中, 还派人紧紧盯着她。 就连身边的丫鬟也是听她的。 就在今日, 她不小心偷听到, 姐夫打算过几日, 就将她的婚事定了下来, 只等日子一到, 就马上将她送过去, 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幸好家里的下人阿福帮了她, 才有机会逃了出来。 杨楚听了李倩的话, 又想到刚刚意外撞见的事, 越想越气, 就冲动之下将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 李倩听了, 如同舞雷轰顶, 脸色苍白, 一下子跌坐地上, 嘴里大骂杨楚胡说八道, 这些年要不是姐夫帮忙, 她和她爹怎么能活得下去? 哪怕现在姐夫逼她远嫁? 她也从来没有记恨过她, 只认为她是为她好, 如今听到杨楚说的这些事, 她始终不相信姐夫是个恶毒的人。 杨楚见她不信, 就着急就拉着她往亭子那边走去, 等李倩来到土坟时, 她还不相信, 直到剑尸骨上面腐烂的布料有些熟悉, 她才崩溃痛哭了起来。 良久李倩才止住哭声, 发疯朝着杨楚大喊道, 我要报官, 我要为我姐报仇。 此刻李倩对秦秀才恨到了极致。 杨楚见状, 一阵心痛, 连忙安慰她, 然后拿出了那玉佩给李倩, 说秦秀才这般恶毒的算计。 我们必须拿到证据, 才能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李倩含泪点了点头, 就在刚刚, 杨楚就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让他们事情败露, 于是她就在李倩耳边戏声说了, 李倩听了,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当天夜里, 就有两道身影潜入了那叫瓦儿的家中, 没多久, 就听到一道撕心裂肺尖叫的女声。 那声音正是叫瓦儿的女子发出, 此刻她害怕地躲在床角落处, 两眼紧紧盯着对面披头散发的红衣女子。 贱人, 你还我相公来。 红衣女子一边说, 一边双手朝着瓦儿扑了过来。 那瓦儿早已被吓得理智不在, 一边往磕头, 一边哭着说道, 夫人, 你就饶了我吧。 我没有抢你相公啊, 那是我的相公。 你听我说, 你胡说, 你抢了我相公, 又害我性命, 近日我就要你的命。 红衣女子愤怒说完就朝她扑去, 玩儿见女鬼不听她分辨, 瞬间就来到了她的跟前, 张开的邪淋淋的嘴巴, 像是想要将她啃食吃掉一般。 她终于再也忍不住尖叫起来, 喊道, 她不是你相公秦秀才啊。 随后就吓晕了过去了。 杨, 杨公子,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玉婷愣住了, 问道, 杨楚摇摇头, 她也不清楚, 刚刚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唯有将她送到官府那边处置了。 原来红衣女子, 竟然是李倩装扮的, 杨楚白天想到的办法就是, 让长得像她姐的李倩, 装成厉鬼下这叫碗儿的女子, 目的就是要从她口中套出真话, 没想到她这么不惊吓。 此日, 两人就将这碗儿女子送到了官府, 须是昨晚被杨楚他们这么一下, 她醒来发现, 在官府就全招了, 她宁愿待在牢房, 也不愿意再回去了, 怕那女鬼报复。 原来这女子叫梁婉, 她相公叫黄祥, 他们就是一对难道女昌的恶人, 六年前, 这对恶人目睹了李子和秦秀才, 两人财大气粗的婚礼, 就贪婪盯上了他们。 就在李子和秦秀才外出时候, 两人终于找到机会下手, 将他们害死, 随后黄祥就用一绒术变成了秦秀才, 潜伏在礼服上。 为了不让别人发觉, 他给李源外偷偷下神志不清的毒药, 又筹划将长大后的李倩远远送走, 这样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霸占李府的家业。 在梁婉的招供下, 官府就派人将黄祥抓来了, 一开始他拒不认罪, 直到看到梁婉, 他脸上才露出慌乱之色, 就知道事情败露了, 他就粘巴了认罪了, 牙一撕掉他的人皮面具, 竟然是个长相普通老实人。 从黄祥的交代中得知 埋葬李子的土坟旁边不远处就埋着秦秀才, 李倩听了泪流满脸, 为他姐和姐夫痛心不已。 最终梁婉和黄祥两人被判了死刑, 秋后执行, 等李倩回过神来, 想答谢杨楚的帮助, 才发现他早就离开了, 他只好作罢。 话说刚才杨楚件事情顺利解决, 就高兴往家里走, 经过破庭时候, 耳边就听到李倩他姐李子的声音说道, 杨公子, 谢谢你, 你是个大好人, 会有好报的。 杨楚听了笑了笑, 就往家里走去了。 这边李倩回到李府后, 就将家里听从黄祥话的下人都赶走, 为他爹请来医术了得的郎中, 他爹的病也得到及时治疗, 随后又派人请来赫赫有名的大师, 为他姐和姐夫超度。 等忙完这些事后, 已经是过去了十来天, 这时他才有空想起来杨楚, 幸好他早已派人打听到杨楚的家地址, 李倩就带着下人。 背着后礼来到了杨楚家, 杨楚两姐弟看到李倩的到来都有些意外, 但杨楚拒绝了李倩的后礼答谢, 说道, 李小姐, 我帮你姐并不是为这些钱财之物, 我只是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人孤苦伶仃漂泊一箱而已。 杨岚听到她弟的话, 早已是流泪满脸, 她想起赵福, 要是赵福真的人没了, 她也希望有人能像她弟一样帮助赵福回家。 阿兰, 突然一个男子冲了进来, 朝着杨岚大喊一声, 惊得杨岚一抬头, 见是念念不忘的赵福, 欣喜若狂喊道, 阿福哥, 杨楚和李倩顿时被吓了一跳。 奇奇转头看过去, 就见两人相拥而弃, 李倩更是十分惊讶, 不解问道, 阿福, 你们这是。 好一会, 从赵福的讲述中, 大家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当年赵福在赶牛车回家的路上, 正好遇上出来寻找女儿的李源外, 那李源外遇到歹人, 赵福将她救下来, 但赵福也伤了头, 李源外就将她带回家中治疗, 等赵福伤好后, 他人也想不起家在哪里, 只记得自己叫阿福, 本来李源外想帮赵福找回亲人的, 却偏偏被那黄翔下了慢性毒药, 神志不清, 这事就耽误下来了。 于是赵福就留在李府上, 平时极少出门, 所以他的家人和杨岚他们, 就跟赵福错过了这么多年。 就在刚才, 赵福来到杨岚家, 熟悉的环境, 就一下子让他想起所有的事情, 他就跟杨岚相认了。 大家得知LA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都纷纷庆幸, 幸好赵福想起来了, 杨岚也苦尽甘来, 两人终于团聚了。 人逢喜诗经神爽, 没多久杨岚的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 也同赵福成了亲, 做了夫妻。 至于杨楚, 他依然种着他的田地, 偶尔上山打猎, 只不过身边多一个女子。 那就是李倩。 一年后, 李源外的病终于完全好了, 杨楚就娶了李倩为妻, 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尤其是老虎吃雨ب的精关而不再 Batve to Owl, 人比头的身体患 dro性与其他的,